中国想用利剑插入台湾 台湾真的就只能坐以待毙 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 代号联合利剑B 模拟两栖登陆空中包围和海上封锁等作战行动 外界认为中国突来的军事行动 无疑进一步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面对中国的挑衅 台湾海军迅速展开反制行动 派遣多艘主力舰艇加强巡防 航艇级巡防舰日夜驻守台湾海峡 把密切监视中国军舰动向提供即时反制 紧张级巡航舰加强近海巡逻 配合海巡署舰艇形成严密的海上防御网 确保台湾周边海域的安全 入军在花园部署了海风反舰飞弹系统 负责东部海域的防御 这一飞弹系统射程广能准确命中 可在敌方舰艇接近时立即反制 平东地区的雄风三型飞弹系统 因其极音速飞行与强大贯穿力而被誉为航母杀手 该系统的部署确保了台湾西南海域的安全 足以有反制敌方大型舰艇的能力 此外空军的瑞渊无人机也投入战备 针对中国舰艇和机动部队进行不间断的高空侦察 瑞渊无人机可及时传回影像 不仅提升了台湾对解放军行动的掌握能力 还避免了人员的损伤 除无人机侦察外更派遣了多架F-16V战机 C代狙击手瞄准夹舱 对解放军的殲-15战机进行精确监控 这种先进的瞄准设备 让台湾战机能在安全距离下进行远距侦察 避免直接交战 这个所谓的军机手夹舱 它确实现在扮演了一个空军在 对监控宫中动态目标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第一个因为它不是用雷达去扫描 这个中共的军机 所以中共军机上面的雷达警示系统 并不会产生作用 它基本上是用红外线影像 那这个红外线影像呢 而且在空中的话 它这个搜索的距离 这个影像标定的距离 可以超过最远最远 据说可以达到 将近170或180公里 所以我们是可以在百公里之外 去用这个 这个狙击手夹舱 去标定它的位置 去标定它的位置 而且它可以提供这个影像的系统 让我们的飞行员去识别这个目标的情形 它到底是一架飞机 还是两架飞机紧密的飞行 它的机型是什么 甚至于还可以看出它的挂载是什么 而且这个狙击手夹舱呢 因为它本身的镜头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旋转 所以使得我们的战机 不必保持在它的正后方 即使在侧面 也可以提供相关的影像 那目前我们的F16所带的狙击手夹舱 虽然可以提供这个标的监视的功能 但是因为它的讯息 没有办法直接转换成立体的坐标 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协助飞弹的锁定 但是呢 我们的飞行员用狙击手夹舱 还是可以事先的 及早的获得相关的目标讯息 并且呢 将我们的相关的火控雷达 或者是射控系统 集中对准这个方向 然后只要一开启这个雷达就可以迅速的完成锁定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动攻击 所以这个狙击手夹舱 不但对我们在空防作战上 增加了很多的效益 面对14号到15号中国联合力舰逼演习 台湾展开了多层次反噬行动 向国内外展现了守护家园的决心 随着台海局势的变化 台湾将持续加强防御能力 确保区域和平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